中共二十大閉幕會議 年近八十的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竟然遭到駕離會場 剛取得連任的習近平 就在一旁冷眼旁觀 這震驚世界的一幕 仿佛宣告習近平的個人權利 登峰造極 整個中國大陸已容不下任何雜音 那麼習近平刻意在這個閉幕典禮上面 把這個胡錦濤請出場 已經體現了就是說 未來不會有老人存知 這種即使是前任的總書記 國家主席 也不在未來的所謂的禮遇 或者諮詢之列 未來就是習近平全面貫徹意志 那這個全面貫徹意志 可能在包括這個軍事 包括對台系統 在經濟的事務方面 都會是這個全面的掌政 二十大最受矚目的 莫過於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人事任命 其中兩位副主席 張又俠曾在成月戰爭立下軍功 何衛東則是解放軍的後起之秀 主掌對台事務 火鍋國防部長對於軍委名單 做出這樣的評價 對台的戰略思維 戰略會比較強一點 還有太大的背景 你看什麼陸軍 海軍 火箭軍 部長就對呀航天科技 是很有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將來的發展 應該從這個科技方面 張又俠打過越戰 打過中越軍艦 打過兩億戰爭 他打過三次的戰爭 所以他是非常有經驗的 何衛東過去對台海的演習 都是他在負責 用這些鷹派的人士表示 他不會跟西方這些國家的一個妥協 就是要鬥爭到底 習家軍達到權力巔峰 鷹派全面掌握中共軍權 海峽兩岸的無痛和平也越來越難 習近平取得了無限任期 當然不可能無功而返 目標就是超越前人成就 縱觀中共歷任領導人 毛澤東被中共定位為偉大的民族英雄 對中共而言是近乎偶像崇拜的政治信仰 歷史地位難以撼動 鄧小平與江澤民 先後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調 帶領中共邁向現代與繁榮 胡錦濤則在前人基礎下 帶領中共穩定進步 到了習近平 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統一台灣 習近平已經69歲了 一句話比較簡單 他超毛感動 那麼看起來的話 他一直強調就是 中華民主的偉大復興 除了中國整體的復興之外 簡單的講就是要統一台灣 考量到習近平的年紀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兩岸統一 具有時間上的急迫性 各界研判的2027武力犯台 是關鍵指標 2027是經常被提及的一個攻台時間點 可以從幾個客觀因素來分析 像是中共的第三個航艦戰鬥群 在此時已經出具戰力 像是洞拐五星兩棲攻擊艦 以及運二十戰略運輸機 在此時都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 可以完成基本的戰略投送 然而反觀美軍在2023年到2027年 正好處在一個裝備的換裝期 此時美軍在西太平洋的特阻力 以及戰力都短暫下滑 一來一往之間 就形成一個台海安全的空窗期 在純軍事力量的平衡 中共越來越有自信 美國對於台海議題 也逐漸走向戰略清晰 眼看所謂的2027時間點步步進逼 台海安全已蒙上未知的陰影 習近平曾經要求過解放軍 在2027年以前完成所謂的 就是相關的準備 首先第一個 習近平在那個時候會再次遇到一次 權力跟跌的時刻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必須要觀察的 就是有沒有可能內部通 還是出現壓力讓他們對外 必須採取強硬的動作 相對來說我們這邊則是在 急需要進一步的強暴我們的國防軍力 就各種現代化努力 我們都必須要加強 那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們的確是需要注意的 無論接下來的手段為何 習近平必定會在有生之年 盡力完成統一台灣的終極目標 我國如何保有自主生存空間 挑戰也將更加嚴峻 2007年時時任大陸國家主席的胡錦濤 在中共十七大介紹獲選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 沒想到15年過後 胡錦濤居然被當初提拔的習近平 羞辱對待 疑似被駕離二十大會場 這個離奇場面過了幾天 還是大家熱議的話題 大陸官方先前稱胡錦濤離席 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但從外媒曝光的事前照片 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被駕走前 胡錦濤曾幾次想觸摸桌上的文件 但他身旁的第三號人物栗戰書 卻多次出手制止 甚至把文件收走 隨後習近平突然轉頭示意 緊接著就有隨乎上前抽走文件 鏡頭拍下證明隨乎先在胡錦濤耳邊 竊竊私語半天 但坐在旁邊的習近平明顯面露不悅 隨後乾脆直接抓住胡錦濤的右手 嘗試把他架走 只見隨後努力攢撫胡錦濤整整四次之多 到了第五次胡錦濤才勉強起身 拉拉扯扯的過程 栗戰書還被拍到拿手帕擦汗模樣相當緊張 整段畫面也曝露更多謎團 像是紅色文件中究竟放了什麼 為什麼栗戰書不讓胡錦濤翻閱 還有胡錦濤明顯是因為想拿文件被代理 而非身體不適 外界研判胡錦濤當時很可能是想翻看裡頭的中央委員名單 到最後不止政治局七人常委通通是習近平人馬 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也沒能進入候補中央委員 現在大陸微博和央視網站已經搜不到胡海峰相關訊息 這不是一個外交問題 既然你提到了 我注意到新華網記者已經發布了有關的信息 你可以查閱 對於胡錦濤被架離 大陸外交部拒絕回應 倒是先前因為二十大延後公佈的GDP成長率總算曝光 根據大陸官方數字 今年第三季GDP成長3.9% 雖然比第二季的0.4%有所上升 但還是沒有達到官方設定的5.5%目標 二十大閉幕後一舉下趴中港股市 港股週一大暴跌創下2008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彭博社報導大陸富豪資產一天內因此蒸發超過九十億美元 包含騰訊創辦人馬化騰 還有中國首富中閃閃身家都縮水二十億美元 折合臺幣六百四十多億 雖然習近平順利連任 但從北京四通橋開始的反習浪潮 還在各地悄悄蔓延 越來越多大陸城市的公社都出現 反獨裁 反核酸的示威標語 還有民眾在廁所畫上象徵 習皇帝的小熊維尼符號 希望喚醒更多中國人決心 但專家分析習近平獨霸後對內將更聚焦 維穩收緊言論控管 而針對台海和南海議題 習近平也會想掌握主導權 地緣政治危機恐怕持續升溫 郵件新聞綜合報導 二十大閉幕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第一步 是率領新一批中央政治局常委們亮相 剛才我們召開了中共二十届一中全會 選舉產生了新一届中央領導機構 選舉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這番話重點只有一個 那就是習近平繼續穩坐第三任期 而台上這七人 未來五年把持大陸權力核心 新面孔當中最受議論的是他 李強同志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李強沒有國務院經歷 更不曾當過副總理 卻空降領導階層 原因只有一個 李強 你所說的 但是當然 蔡奇 李希 和丁薛祥 他們有什麼 他們都跟習近平一起工作 這新聞就報導過去鄧小平時代的歷史決議 包括禁止個人崇拜黨內集體領導 任其制三原則 通通都被習近平推翻 不再任人為嫌而是用人為親 因為以李強來說 他最知名的事蹟就是在疫情時 在上海執行長達兩個月的封控令 直接被民眾罵到臭頭 嗆都快餓死了沒東西吃 但現在李強卻可能直升總理一職 而現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更在2017年驅逐兩三百萬的低端人口 引發不少批評 但他們都是習近平最信任的愛將 專家分析過去江澤民胡錦濤的派系 已經被清零 尤其二十大閉幕上的這一幕 白髮蒼蒼的前中共總書記 胡錦濤直接被搀扶離席 被認為屬於胡錦濤團派的 李克強栗戰書全都面無表情 誰上誰下已經很清楚 胡錦濤被離場 加上隨後公布的新常委名單 讓美國華盛頓郵報分析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大陸 要的是絕對的安全 但是這可能會讓全球更加緊張 紐約時報報道則是以大陸開倒車 走向習近平完全掌控的時代 CN分析習近平對台灣立場更加強硬 也會讓兩岸關係更難走 華盛頓郵報也分析 習近平在二十大的致詞提到 安全二字的次數多達九十一次 比起2017和2012年時都還要多 明顯把重點放在政治和國家安全 而非經濟還有清零帶來的衝擊 生意這個實體天這個 說實話衝擊挺大的 我家在天津 但是我在北京上班 所以像這種稍微有一點疫情 我就有寒窗 我就回不來了 要不就是走不了了 就這種很影響生活 人民陷入防疫疲乏 高層的權力鬥爭 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接下來的習近平時代 恐怕更難以預測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在二十大結束 新任政治局常委亮相時 說了這番話 現在我們正意氣風發 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好國家 新增城 高喊意氣風發 現場背景紅得不像話 但隔天股市一片慘綠 中概股暴跌 中概股暴跌 剛股創十三年新低 二十大過後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經濟前景 原因有很多 第一就是習近平掌握權力 常委全是習家班 會這樣說 因為包括可能是下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強和新進常委蔡奇 從上海北京地方委書記空降政治局核心 讓人擔心以後經濟政策外行領導內行 為什麼又有人為親 專家猜測習近平可能想法 偏偏大陸經濟正面臨嚴峻挑戰 就算第三季GDP增長3.9%略有於預期 但在習近平堅持清零下 今年經濟成長 連能不能保三都不確定 眼看高經濟成長無望 中共開始強調高質量成長 其中一環就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口中中國是現代化 不只讓大陸富豪瑟瑟發抖 打壓私氣也創造相當不友善的投資環境 那房地產泡沫化後 經濟成長驅動力究竟誰來扛 旺向扶植科技發展 但美國才剛搬出晶片十年禁令 重創大陸半導體 南韓SK海力士就警告 最壞情況可能得撤出中國 二十大號不是只有經濟前景 台海局勢未來走向也是討論話題 對黨章修改增加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等內容 是對台工作形勢和任務的必然要求 二十大號國台辦第一場記者會 不意外提到了中共黨章首度納入反台獨 也再講一次不承諾放棄武統 就怕習近平為了2027再連任 五年內武力侵台 前澳洲總理陸克文認為該回歸政治交流 不過習近平對台立場越來越強硬 兩岸政府如何有意義的交流 恐怕還是大難題 TBS新聞綜合報導 中共二十大落幕 總書記習近平鏟除政敵高度集權 整個中國從此再無雜音 但相比習近平無限上綱的個人權利 中共的形象卻一再探底 根據英國民調公司YouGov 與劍橋大學合作的民調顯示 所有受訪的西方國家 對中共的觀感都大幅惡化 因為中共的不管是社會清零或者是戰狼外交 以及它本身的極權專制的這種制度 讓各國人民對它的印象越來越差 那共產主義在西方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名詞 他們想到共產主義 就想到就是獨裁 專制 窮民獨武 二十大之後 西方國家對習近平個人 對中國大陸 會有更多的反反 甚至會有更多的敵意 比起2019年首次調查 今年認為中國在全球扮演正面角色的民眾 英國從35%降至11% 法國從36%減至17% 德國從30%降至13% 美國則從27%降至18% 其他歐洲國家也都大幅下跌 反對中共變成一種險學 把對中國大陸的那種疑慮 不放心 就會投射到台灣來變成他們要支持台灣 就某一點來講 對台灣來講是有利的 外交長期被顧慮的局面 坦白講就慢慢解凍了 而若中共出兵併吞台灣 其他國家是否應給予台灣協助 半數國家都有過半民眾支持 包括澳洲的62% 瑞典55% 美國52% 英國與丹麥的51% 顯示各國民眾會把對中共的厭惡 投射為對台灣的支持 近年由於中共的打壓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術不斷地探底 但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疑慮 因此世界對台灣的關注度 以及實質的交流合作 卻也顯著上升 然而在現實主義下的國際關係 如果兩岸真的爆發戰爭 大家是否願意伸出援手 卻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們在制定國際戰略時 還是得抱持最壞的打算 同一份英國民調 當問起若北京攻台 是否願意提供軍事援助 各國民眾卻偏向不願與中共強硬衝突 而是提供軍事情報與周邊援助 因此口頭上的支持 不見得會化為實際的行動 歐洲支持烏克蘭卻不願出兵協防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 台灣必須更積極融入世界 除了軍事層面 在經濟與民主價值 都必須加深自己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我想這是一個戰略藝術 也就是台灣只要凸顯自己的可信度 還有就是說民主自由的價值 還有很重要 就是展現自己的防衛決心跟意志 這樣子就可以做出很大的反差 包括供應鏈跟全世界的連結 不是只有單純的說 我們在軍事上要強化 其實是我們在全方位 都要跟國際社會做更完整的連結 我們要當成一個 在這個國際政治當中的被需要者 當你被需要的時候 那國際社會自然而然不會只有口惠 回到軍事上的現實問題 由於台灣國際處境艱困 長年無法參與跨國聯合軍演 就算盟國想要軍事援助 實務上我們也沒有對接的機制 因此國軍現在也必須設想 或暫時要與國際合作 必須先具備怎樣的能力 可以參考美國在烏克蘭協助的模式跟經驗 然後先做好我們的準備 譬如說如果要對無人飛機或者C4SR 有些什麼樣的合作的話 我們能力夠不夠 我們需要做好什麼樣的準備 那當然我們本身的聯合作戰 或者是在戰備訓練方面 怎麼樣跟國際接軌 跟國際結合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爭取國際支持 台灣自身的準備 也必須做到國際級規格 TVBS新聞李偉華顧上軍 台北報導 為了爭奪參院席次 俄亥俄州兩黨候選人 在辯論會中唇槍舌戰 激變中國議題 除了把製造業外移的現象 怪給中國還開始互相比較 誰比較抗中 美國其中大選倒數計時 後選人對中國的態度如何 也成了選民觀察重點 像民主黨的萊恩 就在競選廣告中連說了好幾次 中國好加深民眾印象 不只俄亥俄州類似的抗中大PK 也出現在威斯康行州 近幾年隨著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爆發 美國加緊思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總統拜登也加碼推出相關政策 強化美國製造 除了將擴大投資晶片廠 拜登也聚焦電動車產業 誓言在美國生產更多的專用電池抗衡中國 不過對當前美國老百姓而言 最煩惱的還是通膨問題 現在連11月感恩節要用的火雞 都開始大幅漲價 美國不只冷凍火雞變貴 其餘去骨去皮的火雞胸肉價格 也飆到每磅6.70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漲112% 而上一次美國火雞價格高位 是2015年禽流感嚴重時期 但當時每磅約5.88美元 也沒有現在貴 根據CBS最新民調 美國選民對現在經濟的感受 高達65%覺得變糟 覺得變好的只有15% 部分年齡都感受到生活壓力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美國提前投票特別的踴躍 可望創2018年紀錄 但社會分裂逐漸加深 兩黨都各自認為對手才是摧毀美國的真正威脅 中院議長佩洛西認為政府其實都有推行政策幫民眾分擔壓力 反而是共和黨多方阻擾 兩黨各說各話 但學民看法如何 答案很快見成章 VV新聞綜合報導 中共的二十大習近平如預期的是穩坐了第三任期 但外界震驚的是就連政治局的常委新名單 清一色也都是習近平的人馬 我們想請教一教翁教授 你要怎麼樣解讀這一份名單呢 我想這份名單對外來說沒有意外的部分 是習近平所謂的習家軍或習家班是全面的執政 但是稍微意外的部分是大家可能沒有想像到 習近平會如此的全力掌控 也就是說基本上在所有的這個委員名單當中 看不到任何的反對的力量 本來預期二十五人 二十五人的這個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當中 變成二十四人 其實這其中有不少的縮跳 首先我們說從習近平用人的特色 來看這一次的這個委員的公佈的名單 可以看得出來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是忠誠度是絕對的重要考量 第二個是這個名單當中沒有人可以公高震主 也就是說這個名單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資歷 或者是表現有機會在未來挑戰習近平 換句話說這份名單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推敲的是習近平打算的不僅 可能不僅僅是第三任 而是未來長期的執政第四任 第五任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安排 在所有的名單當中 沒有人是有機會可以來做挑戰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首先說忠誠的部分 二十四人的名單 或者是最後的七人小組 全部都是習近平自己的人馬 不是過去他的下屬 就是長期以來對他 是非常的拼命於他 正同於他的 所以基本上中一程度是習近平用人的考量 第二點我們說不能公高震主 我們可以從第二把交以李強的任命來看 李強其實按照中國的慣例 如果你沒有做過副總理的職務 這不可能可以有機會可以成為總理的 可是習近平等於是破格拔足 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為他在執行清零政策的時候 在上台做得好像不錯 可是我們都知道其實清零政策得到的是民怨 而不是民眾的喜歡 換句話說 李強的上位代表的是 習近平掌握了李強他在未來 民眾心中其實是有扣分 是有負面印象 也就是說李強就算在接下來 在他第三任期的五年當中 可能有一些表現 可是過去有缺陷存在 所以他挑戰習近平的可能性並不大 不會有接班人的疑慮 相較之下本來預期胡春華會入場的 這個呼聲很高 問題是胡春華為何沒有入場 我們從這種角度來推敲 因為胡春華如果在這個委員名單當中 就非常有可能在第三任任期的後半段 開始被揣測是不是要取代習近平 所以我們剛剛會說 以這種名單看起來習近平要做的事情 恐怕不僅僅是做完第三任 而且還要長期的執政 那麼另外一點我們也特別講到說 本來的名單應該是25人 可是後來變成24人 非常值得令的萬位的是 為什麼會突然少了一人 非常有可能 胡春華是在最後一刻被習近平給拿下來 也就是他在鞏固權力的同時 本來或許有黨內 中國共產黨內有部分的這些妥協 至少保留像是胡春華這樣的人士的任命 讓這個黨內的大佬們可以安心 可是最後 習近平還是強制的把這樣的名單做出一些改變 如果這樣的推測是真實的 這樣的推測是正確的 大概就不難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胡錦濤在會議過程當中 突然離奇 而且做出一些比較令人覺得值得深思的一些動作 或許就是因為對名單也有不同的意見 整體來說還是強調 習近平的用人我們看到的是忠誠度為導向 不能夠功高正主 習近平權力大全在握 未來黨內沒有辦法出現 北京沒有辦法出現反對的聲音 這個從台灣的角度 或者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好事 因為我們知道目前俄羅斯的烏二戰爭 就因為俄羅斯的普丁長期執政 身邊已經聽不到反對的聲音 所以一意孤行 自己判斷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導致現在的這個後果 或許有人會說習近平這樣做了之後 也許兵中站圍的機會會降低 因為沒有人會認為說他的台灣政策做的比較不好 可是我們必須要說普丁也是一樣 沒有人黨內沒有任何的反對意見 為什麼他還是採取了攻擊烏克蘭的手段 所以如果要樂觀的判斷 我們永遠都可以保持樂觀 可是在樂觀的同時 在台灣看待二十大的人事布局 習近平的這些報復跟講法 或許我們要非常的理性 而且非常的小心來看待 並且做好準備了 跟這個數字 10月27號的單日新增是1337例 在這樣的一個清零情況下 中國大陸一般看它的GDP全年應該要趨緩了 上海公佈了一個9月的工業總值 超過了人民幣4000億 上海這個部分是創了歷史的新高 因此從上海這邊好像透露 經濟有可能V型反轉 而民航局也公佈新的航季航班 要大開445條國內新航線 那麼這些也有人解釋 是二十大之後要刻意增強市場信心 穩住經濟 有一個非常確定的 是出口到歐洲的各種取暖商品 越來越旺 被稱為取暖的小三件 帽子 圍巾 手套 現在生產線都加班不敢停 中國的手套之鄉 是在山東濟寧的嘉祥縣 在過去的九個月裡面 出口手套的總值 已經破了人民幣5億 其中一半都是銷往歐洲 基本款毛毛一口氣推出22種顏色 不怕賣不掉 在浙江一屋這家帽子商戶 今年店裡有8成產品都出口到歐洲 他們戶外運動比較多嘛 就是帽子的需求量 會比我們國隊相對來說 就是更多一點 店裡琳瑯滿目的帽子 賣最好的款式是這個兔毛帽子 相往歐洲 累計已經賣出20多萬頂 這款就是 哪怕它是運過去之後 它第二年還是會賣 第三年還是會賣 所以這種款式就是一直 就是他們不會擔心賣不掉 就會一直反單 大陸這陣子不斷強調 歐洲能源問題下 暴增的取暖商品訂單 而號稱取暖三小件的帽子 圍巾手套 也就在這波受惠商機中 它正常這個客人下單是 4月份到5月份 一般出貨是8到9月份 但今年它這個訂單 反單反的不錯 就是今天歐洲可能 雨季也天氣冷 它現在10月份還在反單 一年大概二月來往底 生產帽子的工廠驚訝 今年到10月都還在趕單 熱度可能延續到11月底 為了加快發貨 不少廠家還選擇較貴的空運 或是借到中歐半裂 空運差不多7天 卡車的話差不多是20天 會選擇這些比較快的 快捷的方式 最近這些的話 通過空運 或者通過卡車的量 是比正常的狀態 是翻了三倍 不僅是浙江義烏 山東濟南的嘉祥縣 是大陸首套的最大產地 年產量能達8000萬雙 當地首套工廠 近年歐洲客戶大增 這個訂單是芬蘭客戶 剛剛給我們來的翻單 12000雙 價格給我們增加了文實 企業總經理桌上整疊歐洲訂單 家鄉縣給出的外貿數據 今年一到九月 首套出口人民幣5.2億 同比增長六成 其中歐洲市場就佔了一半 今年歐洲訂單 比起往年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提升 從往年只佔我們全年的三分之一 到現在歐洲訂單 已經佔到我們全年的一半 企業出口穿望 在中共二十大後 官方不斷刻意增強市場信心 不守經濟數據 發布也好過市場預期 大陸國家統計局公佈 一到九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營收同比增長8.2% 三季度特別是九月份 那這個工業經濟回升的這個態勢 還是比較明顯的 生產產銷量也是在恢復的 那這一系列都看得出 在生產方面的這個內生動能啊 是進一步在提升 其中大陸經濟指標程式 更是一掃上半年封城陰霾 第三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九 九月工業總產值超過人幣四千億 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實現經濟V型反轉 第三季度以來 穩經濟依然之政策效應持續顯現 主要指標表現好於預期 雖然大陸官方在境內仍實行 嚴格疫情清零政策 成為倔愛經濟的一項因素 不過大陸民航局近日公佈 新航季航班37家國內航空公司 將興開445條國內航線 其中不少還是只飛 加密了雙流到湖溪 雙流到福州天府到三亞 天府到北海的航線 外界猜測新航季增加航班 有可能是大陸官方透露防疫 可能鬆綁訊息 不過在此之前先穩住全年經濟 還是當務之急 TB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追蹤第一線的時間 線上邀請到的是商業週刊的資深記者 韓華宇華宇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看到最新一期的商業週刊 探討了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 作為中共最高權力跟決策機構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 這輕易色全都是習近平的人 這代表中共的派系政治正式終結了 所以我們要請華宇代我們來解說 中共從分權走向極權 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好的 我們從這一次中共二十大後 我們放眼七名政治局常委 以及24名的政治局委員 我們可以發現全部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沒有任何的一個人是非習家軍的人 像現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他所屬的那個團派 就是共青團 全部都被剔除在權力核心圈之外 這個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在毛德東時期 因為全部的政治權力都集中在毛一人之手 那導致說毛一個人的錯誤政策 讓整個中國受到像是大躍進 人民公社這些極大的人獲災難 所以鄧小平後來付出掌權後 他所設計的政治制度是把權力給分散掉 就是沒有任何 就是在中共沒有任何一個人 他可以獨覽全部的政治權力 那在此在這個之後 中共就變成了所謂的集體領導 那我舉個例子 像是在胡錦濤時期 他的政治權力其實是分散在 九名政治局常委的手裡 任何的重大決策 都是由這九名的常委去決定 胡錦濤雖然是中共最高領導人 但是他在重大決策的投票中 他也不過就是九票中的一票 但是這次二十大後 習近平把鄧小平所設計的 這個集體領導制度 他給徹底打破了 因為就是因為包括政治局常委 包括政治局委員 那現在全部都是習近平的人 那現在的中共 也就是習一人說了算的一個政黨 那所有的這些文武百官 現在都是要貫徹習的意志而已 那比如說你像這次國務院總理 是由李強出任 那原本外界認為說 國務院總理可能是由汪洋 或者是胡春華這些團派的政要出任 那事後證明那習鐵的決心就是要把所有人 把所有人都用 就是要用他的自己人 那其實即便在毛澤東時期都還有像鄧小平 劉少奇這些不同的派系存在 但現在的中共完全就是習一個人的政黨 這個在中共的建政歷史中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意義就是1978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 改革開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 叫做摸著石頭過河 這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人講的話是真理 那真理唯有靠實踐 你才知道什麼是真理 那在這個核心思維下 你今天不論是地方的政府 或者是各政府部門 大家就大膽的去嘗試 大家就大膽的去找尋說 有利於中國經濟成長的一個最好的模式 所以鄧小平有句名言 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 就是不管黑貓白貓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能夠幫助中國快速的脫貧 你能夠幫助中國擺脫文革時一窮二白命運的 它就是好貓 所以改革開放也為中國創造了 40多年的一個經濟襲擊 但習近平10年前他上任後 他就一直強調一個概念 叫做頂層設計 這個意思就是說任何的改革 任何的改革任何的政策 他都是由習領導的黨中央去設計好 然後由上而下去貫徹執行 這個當然就慢慢的把改革開放的一些精神 他就把它給扼殺掉了 以前是靠檢驗去找出真理是什麼 現在就變成說真理就是習說了算 這個改革開放精神其實在20大後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蕩然無存 那最後一個意義就是習近平喊出了一個口號 叫做東升西降 這個是他在第二任期他喊出的口號 叫東升西降 這個口號其實非常類似 毛澤東當年所說的東風壓倒西風 而且從過去習近平10年的一些重要談話中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習他是相信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是一種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之爭 他是一個制度之爭 而這兩個制度的鬥爭 最終的結果是社會主義他會戰勝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習在過去10年 他從來就不畏懼和西方的鬥爭 鄧小平希望中國要韜光養晦 對外要保持低調 可是習近平他的過去10年都是戰狼外交 因為他從不畏懼西方的鬥爭 那這樣的一個世界觀 在20大之後也會繼續延續 那這也代表著說中美關係很難回到 之前和平共處的一個狀態 那更重要的是 既然中美關係的鬥爭 在這個鬥爭的大框架下是不會改變的 那台灣要如何在中美這種很激烈的 這種零和競爭下去拿捏好 與中美兩強之間的關係 那避免把台灣人民給捲入森林塗炭的戰火 我認為這是考驗台灣所有政治人物的一個智慧 好 確實沒有錯 剛剛我們標題還寫到滿朝近視習家軍 確實是對這個政治體制現在蠻凸顯的一個方式 好 對於這樣的政治信不信任 其實股市之中是最敏感的 因此我們要再請教話語 因為我們看到在二十大落幕之後 第一個交易日港股就大跌上千點 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也同樣重挫 為什麼市場對於習近平的連任會感到如此恐慌 好的 因為相較中共前幾任領導人 習近平的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相對比較強烈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在第二個任期 他開始推動一個政策叫做第三次分配 那什麼叫三次分配 就是說他是透過捐款慈善募捐 這些方式去幫助這些低收入 低收入的群體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那當然你說改善貧富差距這個出發點 他或許是好的 但是習的做法又會引發一些爭議 比如說他直接要求大型的這些民營企業 或是這些民營企業家就捐出一些非常巨額的財富 像是阿里巴巴 騰訊就捐出了幾百億 甚至上千億人民幣的一些捐款 那習想要透過這種強制移轉財富的方式去消除這些貧富差距 實現他所謂的共同富裕這個目標 但是你這也導致說中國的富豪們 當然想方設法的就要想要逃離中國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下一個被強制移轉財富的目標 那二十大後因為習的權力比之前更加鞏固 那市場就會很擔心說他會不會去加大力道去 推動他共同富裕這個目標 那既然你要推動這個共同目標 代表說未來他可能會針對這些大型的民營企業 他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作為 所以二十大後第一個交易日 不管是港股或者是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 就出現了集體暴跌 好 習近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政策思維 叫脫虛向石 他偏好製造業 而不是說他不喜歡在中國 像近年在中國呼風喚雨的這些大型網路平台 像比如說習之前他打擊美團 打擊螞蟻金服這些網路 金融服務業 所以到習之前打擊這些東西 所以會讓大家擔心說二十大後 他會不會繼續去打擊這些的產業 那另外美國因為加大力道 開始透過關鍵技術的制裁 去卡住中國經濟發展的脖子 因此習近平希望發揮這種舉國之力 去全力發展科技業以及一些高端的製造業 那同時他也鼓勵沿海工作的這些 農民工去返鄉就業 甚至返鄉去創業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 帶動農村的經濟建設 進而去提高農村的居民收入 那為什麼習要這樣子做 因為他希望透過對 透過農村的這些振興政策 去把農村的消費力給他激發出來 只要中國的內需市場夠大 那中國就更有本錢去和美國 進行長期的鬥爭 這個是習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所以總結來說 習的想法是如何把蛋糕分配得更公平 而不是像中國過去40年來 一直一昧地追求說蛋糕要如何成長 所以比重視分配大於成長 這會是習第三個任期 他依然會去貫徹的經濟哲學 中國大陸整體的清零苦難 二十大閉幕之後 中國大陸各地都傳出升溫的疫情 以星期四來說 總體新增的本土病例 有13,370人 這是半個月來最高的一天 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是高調宣誓 清零防疫政策堅持到底 所以各地出現很多粗暴執法的誇張畫面 在今天頭條裡面讓人最不忍的呢 是一個14歲的孩子或者你說是小少女 那麼她被隔離 那帶去隔離的時候呢 她已經出現了發燒的現象 她的家人見到她的最後一眼 是在走廊上看到被隔離的14歲的小孩 她在棉被裡面一直抽搐 那麼顯然是高燒發抖 再接到她的消息呢 她已經在隔離的地方 因為肺炎還有腦膜炎病發過世 那麼這個消息也暴露出 現在粗暴執法跟必須要清零 很多地方又再度封城的情況下 醫療配套可能有的地方配不上來 因此叫做中國的清零苦難 高舉著生命至上的大吉 官方聲稱嚴格清零防疫政策 才能保護14億中國大陸民眾 但是從四月上海的封城 到八月新疆多個大城市的靜默管理 中國大陸全境都籠罩在清零防疫的高度壓力下 沒有人能逃脫 而疫情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在於個人健康 我們北漂嘛在北京都是合租的房子 有的時候很緊張的就是一旦有哪有病例了 然後自己有密接的情況要集中隔離 然後這個費用也挺高的就這點還挺難的 我經歷過兩次 更多清零防疫下的衍生災害更無差別的收割生命 九月在貴陽發生的防疫專車翻覆事件 奪走二十七條人命 就是因為當局為了將密切接觸者異地隔離 違規在凌晨一點視線不清的情況下 讓滿載的防疫巴士開上迂迴山路 釀成這起悲劇 事件發生後 竟然也僅有三名官員遭停職懲處 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 包括廣東在內多個省市傳出疫情反彈 部分官員為了遏制疫情粗暴且嚴格執行的防疫措施 更可能引發大量人禍 有網友就揭露 河南鄭州當局近日為了控制疫情 不但嚴禁車輛上街 還用保鮮膜在路邊搭出臨時的集中隔離區 更借封門禁止民眾外出 有住戶為了讓生病的孩子能看醫生 冒險想要借省所離開高樓住宅 卻因省子斷裂而墜樓 這輩子又有發燒了 又有發燒了沒人關 天天天天天天有一個小姑娘突然發燒 到結束身都不在了 更有14歲的郭姓女孩本月14日被送入集中隔離所後突然發燒 隔離人員卻沒有給予任何醫療照護 女孩最後因為肺水腫和腦炎不治 女孩生前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幕 竟然是家人被限制在隔離房外的走廊 眼睜睜看著女孩因為高燒未寒躲在棉被裡抽搐 至於正在為蘋果公司生產新款iPhone14的富士康鄭州廠也爆出疫情 員工被迫全廠就地隔離無法外出 有員工透過網路求救坦言缺衣少時 廠內發的便當常常是搜的 也傳出有人員不堪長期隔離與保全發生暴力衝突 富士康鄭州廠週四向紐約時報證實 有少數員工被要求隔離 但是拒絕透露鄉親 西藏拉薩民眾則是對長達兩個半月的封城 導致無法工作沒有收入 甚至有家歸不得忍無可忍 近日陸續走上街頭甚至與防疫人員發生衝突 儘管傷害與反彈這麼大 但對於清零防疫不少民眾仍在公開場合力挺 沒辦法呀 因為這個國外情況 像美國它確實是死了一百萬人家了 對吧 那中國來說呢 雖然說有些方面 這個不是特別方便吧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太大的辦法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有尋常 是尋常堯獎的 尋常堯獎 当前有超过10亿人口都不属于中产阶级 对于清零政策的焦虑感也相对较低 这场习近平坚持的清零防疫斗争 14亿中国人共同流血流泪 时必还将持续好一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中国的防疫 上海开始打 应该是说开始用吸入式的疫苗 它作为像加强针的类型 待会您可以看到 那么吸入以后要憋气短短一段时间 就可以让吸入式疫苗进到体内 但是必须仍然留下来观察30分钟 那么中国现在各地疫情坚持清零 但是本土疫情回升 在26号单日新增破千例 报道一开始兰州隔离设备不足 所以隔离的人是露宿室外停车场 还有人隔离到南侧里面去 那么康西诺生物开发的 就是这个吸入式的疫苗 在物化的药剂是放在杯子里面 憋气5秒完成接种 没有任何遮蔽 露宿停车场就是临时隔离所 地点就在甘肃兰州 当地民众抨击 由于隔离设施不足 疫情持续延烧 官方防疫竟如此可难 而近日兰州最低气温不够摄氏10度 被内地网民质疑安排不动 旗帜安排不当 还有照片曝光 一群人睡在南侧隔离 一旁就是小变豆 中共二十大后 坚持清零政策不变 一旦感染人数稍有增长 防疫旧区炎 今天全市多区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请相关区域居民朋友 在工作地点或住址附近 就近接受核酸检测 广东因为一天新增近百例感染 要求重点疫区广州市 实行全员核酸检测 其中海珠区更是已经展开区域管控 本轮疫情流行的毒株 奥米克戎BA.5.2 这个系列分支也表现出了 更强的这个传播能力 和更短的潜伏期 感染者从被感染到传染人的 平均时间仅为两天 这个最短的仅需24小时 强调病毒传播力眼下记忆 难道还要更频繁的检测核酸 广东现在已经要求外地返回人员 从三天两减改为三天三减 除了广东外 26号大陆单日新增感染1264例 其中本土占了1117例 北京也出现疫情 25号北京先是通报20例感染 接着26号又增加17例 北京环球影城宣布 应防疫要求关闭 进行深度清洁消毒 何时重开 尚未定 至于在上海 则是广泛开启 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 对准杯口用力吸 将雾气吸完后 闭嘴憋气 至少5秒就完成接种 不用打针 但吸入式疫苗 仅能作为加强剂 使用对象 先前需全程接种 国药 科兴或康兴诺的新冠疫苗 满6个月 且年满18岁以上 打针还是会有点痛 所以这个不会痛 所以我就过来选这个 吃的时候还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甜 然后之后的话 就完全没有感觉 吸入式疫苗 为大陆康希诺生物 公司开发 每瓶疫苗有0.5毫升 除去耗损 可供三人使用 每人吸入量为0.1毫升 吸入后跟打针一样 也要在现场留关30分钟 不过由于吸入式疫苗 接种的是模拟病毒 自然感染过程 然后激发免疫反应 因此对于患有气喘 肺纤维化等呼吸道疾病者 不适宜接种 目前商药康希诺 也具备生产 1亿剂吸入用新冠疫苗的产能 可以保证充足的供应 新疫苗加入防疫 但大家渴望的是 大陆入境检疫松绑 大陆民航局公布 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 国际客运航班量 将增加一倍 在国际航线航班方面 目前国内外航空公司 每周安排客运航班840班 也就是420个防返航班 同比2021至2022年 东春航系增长105.9% 航班增加 外界猜测 大陆可能不久后 将入境7加3 改为3加4 但即便如此 入境后 严格的防疫要求 恐怕不会有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一年欧美各国 纷纷加入美国 抗中的阵营里面 但是德国这一次 却批准中资入股码头 它最大的港 汉堡港 那么中国的国企 中原海运 想收购港口里面的 货柜码头 拍板批准交易了 德方把中方收购的 股权占比 砍到24.9% 避免中资企业干涉经营 而这个收购事件 触及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 还有各种关键的基础设施 德国政府里面 有六个部会都表示反对 但总理肖茲强调 这个收购案只涉及股权 他们没有卖港口 肖茲其实有意 下个月访问中国 因此大家怀疑 这个交易的批准 是不是肖茲 带给中国的伴手礼 德国民众呼吁当局停止的 就是德国第一大港汉堡港 与中方国有企业 中国远洋海运公司的股权收购交易 而北京当局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 多年来持续锁定着全球关键港口资源 光是欧洲就有比利时与希腊等 十多个港口有中资参与 其他像是以色列的海法港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缅甸的脚漂港 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塞德港 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莱成港 甚至是非洲的吉布地军港等 也都有中方插旗 更不要谈斯里兰卡政府 因为还不出高额债务 2017年把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99年 澳洲达尔文港 更被签给中国兰桥集团长达99年 尽管澳洲当局正考虑 以国家安全理由终止租约 仍然无法改变中资 已经入主南泰重要港口的事实 也因此当中原海运去年9月 与德国的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 达成对汉堡港内三个货柜码头之一的 托勒奥特码头 35%股份的收购合约之后 引发不小的争议 尽管如此 但正当欧洲各国领导人 在10月下旬的欧盟峰会上 认定中国已经构成威胁 希望能在避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 欧盟27国形成联合阵线 来应对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之际 德国总理肖兹不但有意 在下个月3到4号访问中国 抢先欧洲各国成为后疫情时代 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元首 更力挺备受争议的汉堡港 货柜码头中资收购案 曾经担任汉堡市长长达七年的销资 无师内阁中包括经济部长在内 至少六个部会都倾向驳回 这笔中资交易的态度 在本月底审查实现即将到期 如果没有决议交易会自动生效的 前几天周二拍板出售